兄弟们 兄弟们 我被当口炸了 哎 最气人的是我被炸了 还被他理直气壮的骂了 咱们来看看聊天记录 兄弟们 这口气你能忍吗 先给一位土豪大哥安排几个保护套 库克官方299华强北同款直接9块钱安排 兄弟们不是我亏不起这个钱 我就想说卖手机真的是一不小心 老本都赔干净了 这个市场也不是说你直接过来拿走就这么简单 我这台全新机 全新机直接秒变二手磕碰器 直接亏了800 这期视频会得罪一些档口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要是没问题 你行得正 你怕什么 虽然市场都是当面看好 我就想说你什么机器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摆出来诈人好意思吗 做事凭良心 反正兄弟们 我干不出来这样的事情 因为可能我对金钱没有那么强烈渴望 干不出来那种坑人的事情 一台机器老老实实靠自己本事赚点钱就行 没必要干那种坑蒙拐骗的事情 我真的是没办法 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操作 咱们要多传递一些正能量 很多市场的档口 机器千万是不能拿的 不熟悉的档口不能拿 一些妇女的机器也是不能拿的 贪便宜的机器咱们更是不能拿 兄弟们 拿完真的会让你痛不欲生 主要是影响心情 亏点钱倒是没什么 这些都是毛哥一路被炸被坑总结出来的经验 毛哥劝你不要轻易的过来档口拿机器 就算过来拿也一定要多带几个人 不然事后你白口莫辩中了一些奸商的圈套 也可能很大一部分人都选择默默忍受了 才造成他们今天这么的猖狂 市场管理处人也不会管你